院長 本院各位同仁 我要先在這邊講 立法委員當然希望開會 但是在這個價值上我們還有更高的價值 當中華民國的憲政秩序被破壞 中華民國的憲法被踐踏 只有本院可以擔當其保護中華民國憲法 這樣子的天子 這樣一話 這個人真的有夠假承 8月31號的晚上 跟羅志強跟馬英九就已經密商 搞不好還有黃世民 要怎麼樣鬥爭本院的王金平院長 這是馬英九自己在專訪裡面親口所講 假承假托 9月4號才說還請黃世民來跟我報告 報告的過程中還問他 你這個可以報告嗎結案了沒有 再設防火牆 一個行政院長參與鬥爭立法院長的密謀 參與這樣子的行為 你今天還有臉坐在這邊 我跟你講民進黨委員在黨委員就很溫和了 以前就是把你擋在門外 你連進來都沒資格 如果國民黨委員 以開會為名義 想要包庇這樣子的憲政 悖逆這樣子的違憲亂政 我覺得你是只有看到比較低層次的價值 而沒有看到更高層次 本院應該負其保護憲政責任這樣子的堅持 再講一個很假聲的事情 就在這個禮拜二的早上 還有是中午的政黨協商 已經跟你的重要幕僚談到你回去 如何對監聽國會 如何對被亂憲政體制行政鬥爭立法 商討如何道歉 那個文字要怎麼拿捏 我們請你們回去你看看 我們如果接受就要讓你上台 結果下午一回到行政院 立刻發新聞稿攻擊立法院 攻擊民進黨 人家在跟你掙錢協商 在誰釋出善意準備讓你上台 結果你一回家從背後捅大家一刀啊 我講這個話公開在這個地方講 本院很多參與協商的委員都是證人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 我們看過這個真假聲 假聲到這種地方 一方面跟你虛一尾儀 一方面說我們準備要怎麼樣道歉大家的言聲看看 後面捅你一刀 所以江以外你的本意 就是要造成立法院跟行政院這個僵局 你根本就不願意解開這個僵局 你是寧願鬥爭 不要讓立法院 讓你可以做施政報告 拿著樓梯給你 你不斷不要還把這個樓梯拆掉 各位本院的同仁 這件事情都是有證明的 江以外這個真假聲 這樣怎麼有辦法做中華民國行政院長 你是要抬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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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